大家好,我是陈岳 今天我们分享特朗普的大金主马斯克 是否会成为中美两国大博弈之下的一个沟通管道 甚至有人开始想象 马斯克在中国的庞大商业利益 在其特朗普政府内部 有利于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后续互动 甚至有人想象 马斯克会暗中帮助中国 那么这样的一种猜想的逻辑 如果要想成立 很简单 就要看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到底有多大 我们今天就要来为各位详细的解读 看一看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版图 以及他来居中协调中美关系的可能性 再上言上 反正利益足够大 看来这种可能性也并不能排除 首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PPT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 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版图分析 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看待这种逻辑的可能性 那么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版图 首先第一点朋友们都知道 马斯克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在过去的几年是拯救了特斯拉 拯救了马斯克 在马斯克 美国的生意 全球的生意 陷入到严重的被动的状况之下 那么上海超级工厂在一年时间之内 双方签下协议之后就开始破土动工 实现了当年动工 当年投产的一个高端制造业的奇迹 因此呢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Model 3 Model Y 那么这些车型呢 它的持续的生产销售 以及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市场山有率 都成为马斯克过去的几年 能够风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尤其是和中国高端的汽车供应链生态 死死的捆绑在一起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这个利益呢 的确会让马斯克在中美两国博弈过程当中 那么成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那么当然只靠生产汽车卖汽车 想要撬动美国政府和这个 特朗普的他的这种这个极其鹰派的作为呢 我看难度还是比较大 因此呢 我们要来看第二点 自动驾驶技术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或者是今年的应该是一月份吧 那么马斯克呢 就着急慌忙的来到了中国 主要就是要推动特斯拉的FSD 也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在中国的落地 这个对于特斯拉来说呢 它是这个利益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它的售价也不便宜 而且在中国的特斯拉车主的人数也非常的多 FSD落地之后呢 会显著提升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以及推动在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 那么这一点我想也是后续 马斯克商业版图得以扩大的一个新的蛋糕 传统的超级工厂的生产 这个Model 3 Model Y的汽车的销售 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已经在路上了在运作了 FSD呢将会是一个新增的 这个特斯拉或者马斯克的商业版图的推动力 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益 那么很多朋友只是了解到电动汽车或是自动驾驶 实际上这个马斯克的商业版图非常之多 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的第三点 也就是储能系统 特斯拉在上海建设储能超级工厂 因为马斯克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人工智能的AI的自动驾驶的公司 汽车的制造和生产销售只是他的第一步 而另外呢 马斯克希望能够成为储能 也就是能源领域的一个大玩家 所以在上海的这个储能的超级工厂呢 计划在年产商用储能电池1万台 大家看画面当中 储能的规模呢 来到40GWH 这是他的一个单位 也是有助于布局在中国的储能市场 当然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来说呢 那么马斯克他作为一家外资 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目前已经在路上的 在计划当中的 在建设当中的 这三个商业版图 而且马斯克的商业版图还远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来看下一页PPT 那么这里呢要提到SpaceX 要知道呢 在图片当中的第三个呢 是他的母亲 马斯克的母亲和马斯克其人呢 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这在他们的互动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马斯克的母亲也是常年居住在上海 那么可见呢 这个家族马斯克家族 他在横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商业版图 那么他的这种布局呢 的确是很深的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说 哎呀他喜欢这里的气候 这里的美食 这里的文化 当然我想也不排斥 或者说呢 也是有点喜欢 但是呢 他在商业利益 这种家族的产业的布局呢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 他们的这种眼光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谈到 马斯克他的做事的风格 以及在未来和中美之间 这个中国和这个马斯克之间 更多的商业可能性 这要谈到马斯克的SpaceX的 这个太空梦想的商业帝国 SpaceX虽然主要业务在美国 但马斯克的商业航天梦想 也是直接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许多中国公司开始对标SpaceX 探索液体火箭回收的技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全球的太空的这个产业链呢 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要知道一点 比如说中国的大飞机 C919或者是那个C929 那么在生产制造的过程当中 到目前为止 依旧使用了非常多的美国的大飞机的供应链 或是它的零部件 比如说发动机 那么中国的C919的发动机 至少目前使用的是法国和美国联合生产的一款发动机 那因此未来的SpaceX这样的一个太空探索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供应链的生态 那么和中方之间到底会产生哪些的火花呢 不要以为马斯克不会打这样的盘算 就好比说几年之前 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当年投产 当年是当年这个开工 当年投产 而且把特斯拉的股价拉高了很多 谁又能够想得到呢 那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值得观察的点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我们这里要谈到一点 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 他考虑问题呢 不看表面 他考虑的是本质 就是说他的根在哪里 通过他的根 他的第一性原理呢 来确定他做事的风格和方向 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思维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中国商业航天的经营管理模式 为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维的视角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马斯克呢 被称之为叫做硅谷的钢铁侠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要来给大家秀一下啊 这个我是最近呢 读这本书啊 硅谷钢铁侠 其实这个呢 我已经买了蛮久了 马斯克的冒险人生啊 当然我不是卖书啊 这个咱要说一下啊 我这个也没这个书的供应链啊 我不是在卖书 但是呢 我是为大家来分享 那么这样一位啊 商业上的一个所谓客气狂人呢 它的的确确 它是这个有着非凡的头脑啊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不要去啊 简单的认为它只是一个 这个很会混江湖 那么这么想呢 可能就有点简单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啊 为大家所介绍的内容 那么这里呢 除了前面讲的SpaceX 商业航天和最早讲的汽车供应链啊 等等之类的那些呢 讲白了都是小儿科了 那么现如今看来呢 特斯拉的FSD落地中国呢 已经是一个绝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那么这里我们要谈到的是 关于人工智能与脑科学 那这个方面的话 马斯克在AI与脑科学领域的投资 其实也是比较多 而且已经逐步衍生到中国市场 我们看到马斯克的Nealink公司 对睡眠的监测 治疗睡眠障碍等等领域的研究 引发广泛关注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未来不排除在中国大陆 构建其所谓AI脑科学的一个供应链体系 那么和中方之间深度合作的可能性 不能排除 那么另外我们要看到智能床上用品 这个说起来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 阿里亚斯年 梅耶马斯克就是我们前面 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 是马斯克的母亲 那么她呢 叫梅耶马斯克体验了上海的智能床 显示出马斯克对中国睡眠科技市场的兴趣 推动着中国睡眠科技的发展 为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布局打下基础 所以我才会说脑科学领域听起来高大上 讲白了 就是我们的思维思考人工智能 还有我们的脑大脑的休息呀 或者疾病的检测呀 讲最简单的睡眠监测 治疗睡眠 自然离不开床上用品 所以据说 马斯克的母亲 梅耶马斯克 也在体验中国的这个线上的带户 开始来体验中国的智能床 当然可能只是 他只是去考察一下或体验一下 OK 那么我们下面呢再来看 这个其他的科学领域 其他的这个合作领域 潜在的可能性 那比如说 Robot Taxi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马斯克下一个非常重磅的商业版图 昨天呢 这个前天吧 应该是马斯克的 这个特斯拉呢 股票大涨 原因是什么呢 据说特朗普要放开 对无人驾驶出租车 或者无人驾驶的法令的监管 要松绑 那么这个呢 显然最大的受益者 受益者自然就是马斯克 所以特斯拉的Robot Taxi 这个项目的落地呢 既然马斯克的特斯拉的FSD 完全自动驾驶 在中国即将落地 那么你想想看 基于特斯拉的FSD的Robot Taxi 这个项目呢 会不会很快的 在中国实现无人驾驶 对中国的无人驾驶市场 无人出租车市场 构成一个挑战和冲击呢 或者叫做碾鱼效应呢 我觉得这非常值得观察 不久之前 在武汉市的百度旗下的 Robot快跑 引发很多的讨论 而特斯拉的Robot Taxi 在现如今马斯克 成为美国政坛的 当红炸子机的 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未来 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 我认为是越来越大 千万不要忽视这种可能性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在画面下方的这里 工业产能合作 我为大家放全评 工业产能合作 中国的工业产能 其实已经远超美国 这是世人皆知的 这也表明中国 在全球制造业当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未来呢 特斯拉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肯定不止电动汽车 而马斯克 如果想要在全球 成为一个大的玩家呢 他必然会横跨中美两国 成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商业版图 他通通都要 那么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 和马斯克在绿色能源 在储能 在汽车 在商业航天 在AI人工智能 各方面的布局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 合作的可能性 那这一点呢 不要去认为呢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其实我认为 可能性反而是比较大的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 不仅体现在销量上 更在于对中国市场的深度布局 和技术的合作 马斯克的商业战略和技术创新 对中国的新能源 自动驾驶 商业航天 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比如说 马斯克的新年卫星 其实中国方面 很多时候也在参考和学习 我觉得呢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相互促进 OK 这里是我们做出的一个总结 我来放全评 总的来说 马斯克的商业版图 远远超出我们大众 所理解的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 在储能 AI 脑科学 等众多领域呢 都在布局 那么中国市场 是马斯克 绝对不可能放弃的 一个大市场 这个利益呢 是非常庞大 另外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特斯拉的销量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未来的影响和突破呢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那么这里呢 是总结 好了 前面讲的是一个轮廓 一个概括 就大概呢 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有哪些合作的 潜在的可能性 那下面呢 我们为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仅仅聚焦在 大家公众所熟知的 这个特斯拉汽车 这个领域呢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财报的表现 究竟怎么样 我们引述的是 特斯拉在2024年的 Q3 也就是第三季度的 财报的分析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到了 特斯拉在第三季度的 销售的毛利率 是19.4% 那么同比上升 1.95个百分点 这个呢 数据本身表明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 成本控制和盈利能力 有所提升 说实话 如果不是在中国的 超级工厂 中国的整体的汽车供应链 为特斯拉提供 如此廉价 而且呢 价廉物美的 整个的生态体系 特斯拉的毛利率 绝对不可能 做到这么高 那么市场的净利率呢 这个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其实讲白了 毛利率净利率 都是和中国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 生态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最后一行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根据其他资料 我们来做对比 特斯拉的总营收环比呢 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和交付量呢 都呈现出增长 尤其是Model 3的销售表现 更为强劲 当然具体的 我们这个数据呢 这里没有提供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增长的一个 这个它的一个趋势 市场的表现呢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总的来说呢 在中国大多的市场呢 它的这个Model 3 Model Y 都创新高 那么在三季度呢 2024年三季度 交付了46.3万辆 那么总交付量呢 创历史新高 也反映出它强劲的市场的这个势头 那么订单量呢 也是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我们来看下一页 单车的销售成本和毛利率 这个呢 跟刚才的逻辑是差不多 总的来说 我们看第一行 单车的销售成本这一部分呢 那么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 就是特斯拉 在2024年第三季度的 单车销售成本降至 3.51万美元 脱下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那么这个本身呢 就得益于它的技术改进 和规模效应的叠加 而这种规模效应的叠加呢 必然归功于 中国非常庞大的 这个工业产能 也就是中国制造的实力 为特斯拉所带来的好处 那么毛利率 前面我们说过了 这里就不再展开 下面我们来说 未来的展望 那么特斯拉在中国的汽车 是不是就此终结呢 绝无可能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 特斯拉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 推出新的车型 而且价格呢 也是相对廉价 低于3万美元 而且配备 无人驾驶技术 有望提升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 整体竞争力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人民日报 专门报道了特斯拉 报道了马斯克 这里面所透露的重磅信息 绝对不能够轻视 自动驾驶方面我们看到 那么马斯克的FSD的功能 前面我们介绍过了 它在FSD12.5版本 已经推送到 它的一个明星车款 叫做Subtruck上面 那么FSD13将会发布 截至2024年的第三季度 FSD累计的行驶里程 已经超过了20万英里 这个主要在国外 因为FSD 中国大陆没有开放 OK 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 特斯拉在中国地区的强劲财报 那么无论是财物数据 制造业 生态的合作 市场占有率 消费者认可度 都有所提升 这也是特斯拉 或是马斯克 在中国商业版图的一个 非常好的迹象 那么未来呢 它的盈利增长的情况呢 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包括新的车型 自动驾驶技术 那么以及在中国市场的 快速的发展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所介绍的基本面 前面我们总结了这么多呢 主要是介绍 它未来在中国 可能的商业版图 那范围呢 是非常宽泛 那么我们中间这一部分介绍的 关于特斯拉在中国的 目前的销售呀 新的车型呀 自动驾驶呀 也看出来 它的表现呢 是比较突出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呢 实际上特斯拉或是马斯克 在中国庞大的商业版图 它绝对会非常的重视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不用怀疑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这个新政府上台了 特朗普当选了 他目前所任命的 如此鹰派的一个政府内阁 几乎就是老鹰大集合 那么对中国方面的 和美国的博弈 对中国的关税也好 其他方面也好 肯定呢 是这个推出各种各样的政策 那么对中方来说 如何应对 以及马斯克 特朗普 美国政府 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互动 究竟会怎么样 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也是我的一种思考 首先第一个呢 很清楚的 马斯克的需求与定位 不要认为 他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 等等之类的 那些呢 大家听一听就得了 简单的说 中美两国的商业版图 马斯克全要 这是马斯克 他的一个核心需求 核心定位 核心目标 他和中方之间的 我们看到 包括中国的政府高层之间呢 他也有非常多的沟通 这个会谈 对吧 在中国的这个商业版图的布局呢 也在稳健的推进 那么在美国呢 也是一样 美国的自动驾驶 美国政府的订单 美国NASA的订单 我告诉大家 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 给马斯克的订单量 一定是非常庞大 所以他的需求就是 中美两国的商业版图 他全要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谈到特朗普的需求 对吧 毕竟呢 马斯克不是特朗普 对不对 这两者之间 这两个哥们之间 我们要考验他的所谓 哥良好的这个关系 究竟能走多远 我们要谈到特朗普的霸道 特朗普的多变性格 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内呢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好像用了是六个 还是四个 那么他的国务卿 也用了好几个 讲白了说呢 他基本上一年半年 就要换一个主要高层 所以说呢 特朗普的这种性格的特征 唯我独尊的特征呢 那么他和马斯克之间 哥良好 能好多久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对吧 如果这样的前提不存在 那么指望马斯克 在中美之间互动过程当中 扮演一些桥梁角色呢 恐怕也就是想多了 即便是马斯克 他会非常顾及中国的商业版图 那么他能力之所及 才是关键 OK 那么下面我们要谈到 美国政府和特朗普团队的问题 特朗普团队对马斯克 现在的这个整个干涉内阁的 任命的问题呢 已经是大为不满 这个呢 我们在媒体当中 看到非常多的报道 那毕竟呢 对吧 人家是莫名其妙 虽然你是亿万富闻 有钱人 但问题是 你在这里指指点点 对吧 那到底这怎么算呢 对吧 你是担任什么职务了 政府效能委员会 对吧 那么你要改变 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 但问题是 你要得罪多少人 另外一方面呢 特朗普团队对马斯克 干马斯克的各种不满 在美国媒体的报道呢 引发讨论的同时 我们要看到一点 无论是共和党的领导人 民主党的领导人 过去谁上台 美国深层政府的影响力 传统建制派 无论是民主党的建制派 共和党的建制派 其实都是和美国深层政府 死死的捆绑在一起的 你指望 现在的特朗普搭的这个班子 能够搞定美国深层政府吗 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维度上 恐怕未必搞得定 甚至还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这一点呢 我们千万不能够认为 这个轻轻松松一切拿捏 那不会那么简单 那么最后我们要谈到 中国的需求 那么中国的需求很清楚 我放全屏 那讲白了 中国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 可预测的大国的这种互动 即便有矛盾有竞争 但是呢 不能够出意外 毕竟这不仅牵涉两国 更是牵动世界 那么对中国来说呢 既然是人才 马斯克一定是人才 对吧 人尽其用 小的方面说 中国需要招商引资 中国需要碾鱼效应 中国需要高科技的投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那么中国方面呢 也不会违背原则 反正你作为传话也好 怎么样也好 对吧 那这都没问题 反正呢 大家希望能够 总的目标是稳定中美关系 那么你做生意嘛 也是在商严商 这也正常 但是呢 不可能去做破坏原则的事情 所以总结就是 稳定中美关系 那么人尽其用 坚持原则 这个呢 肯定是中国方面的诉求 所以到底 我们的这种设想 能够能不能够走得下去呢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我们要观察的纬度 还是比较多的 只能说走一步 看一步 但是最近呢 有一个现象 非常值得关注 那就是 特斯拉 罕见的登上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背后又有什么生意呢 我们简单说几句 刚刚在美国受到 特朗普的重用呢 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他的企业登上人民日报 这肯定对马斯克的商业版图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11月16号 人民日报的第三版 重要的位置发表了 署名为华评的评论员文章 这篇这个文章的标题是 从年产过千万 看特斯拉效应的文章 那么整个文章讲白了 就是对特斯拉汽车 是备受肯定 那么请问 其他的国产汽车品牌 好像目前的 这个至少最近 没有这个待遇 对吧 在文章当中谈到 作为首个外商独资的新能源汽车 特斯拉 它的整车制造 当年开工 当年竣工 当年投产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 体现出特斯拉速度 更体现出中国速度 为特斯拉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也带来了碾鱼效应 倒比中国车企 加快创新 讲白了 再次强调 这个特斯拉汽车的重要性 对其大家肯定 另外强调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 年产过千万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面对开放环境下的激烈竞争 需要特斯拉的碾鱼效应 中国车企敢于直面挑战 积极应变求变 这个逻辑本身 其实也没毛病 对吧 特斯拉当年引进到中国大陆 对中国本身的车企 也的确构成了这样的碾鱼效应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当中 那么对特斯拉的肯定是非常多的 包括是上海的 是这些年的样板工程 也是中国这些年 对外开放的样板工程 同时谈到了上海超级工厂 是特斯拉美国本土之外的 第一个超级工厂 也是中国首个外商独资的 整车制造项目等等 那么这些当然也都是 事实的数据的罗列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去 着重强调的是马斯克其人 和特斯拉的这个工厂 为什么能够成功 除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之外 马斯克自己说句实在话 他是一个政治觉悟极高的 外资企业领导人 如果整体是一方面 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马斯克自己的成功 那么实际上也有他的一个 非常独到的眼光 那么当年遇到困难的状况之下 在中国大陆的敢于签字 这个落地上海的超级工厂 这也反映出马斯克 这个他作为一个 所谓的科技的一个 科技狂人呢 确实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马斯克是少有的 在中美两国都有广泛的 商业利益的状况 能够赢得两国政府好感的企业家 马斯克这次 真是特朗普在美国赢得大选 而且也是走上仕途 11月12号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之后 他就任命马斯克 成为成绿所谓的 政府效率委员会 那么这个当然 我们也前面说过 他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 对吧 他会开除很多人 那么到时候呀 他的人身安全 恐怕要考虑考虑 马斯克现在呢 也不仅仅是个商人 他还是个政治家 而且呢 也是和一个和美国现任 现任的这个特朗普 和中国之间呢 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治家 2019年的1月9号 时任总理新年一时的首场外事活动 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 会见的外宾就是马斯克 今年4月 马斯克再次访问中国 28号的下午 也和中国的总理会见了马斯克 这个呢 也反映出 马斯克他真的是 非常的如鱼得水 非常的 真的很 很厉害吧 特斯拉这些年呢 在中国的发展呢 也是如鱼得水 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体现 也是与马斯克在处理很多问题上的良好表现 不无关系 反正对吧 大家都知道 各有各的盘算 大家只要利益一致 就可以怎么样呀 互利共赢 马斯克从政之后呢 最近有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基辛格 基辛格因为 长期以非官方外交官的身份访问中国 在中美之间做协调沟通 努力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升温 被认为是中国的老朋友 那么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那么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出口增加增更高的关税 但马斯克是否真的能够说服特朗普 在提高关税情况下留有余地呢 那么在去年的6月份 马斯克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曾经明确表示反对中美科技脱钩 他今年5月也表明 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增关税 那么认为关税是扭曲市场的措施 马斯克在中国广泛的商业利益 而且在一些核心问题上 确确实实 我们可以用亲中两个字呢 来说明 他在美国大选当中 因为向特朗普捐款超过1亿美元 使他能够在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的处理上 的确能够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马斯克是一位同时了解中国 也同时了解美国的传奇的商人 这可能会让他这个帮助推动一些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甚至取消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制造产品的一些一部分的这个严格的关税 那么这个东西的可能性多大 其实大家看到我画面当中 PPT当中所列举的这几个因素呢 我想也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当然我们这里面要强调 尽管马斯克已经所谓的重振 但是其本质上依旧是个商人 他远远不能够像曾经的基辛格那样来改善中美关系 当然我们也要必须强调一点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变化当中 所有的东西呢都不会这个延续的眼下的一成不变 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哥良好如此 中美关系如此 美国政府美国深层政府美国特朗普团队 彼此之间的互动亦是如此 所以我们只能够且看且观察 看看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 那么以上呢是今天为各位朋友带来的这个分享 那么主要谈的是马斯克其人 那么在这个中美之间的互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